与17年前相比 我认为我们这次可以说是有大大的进步 首先是这个信息是非常迅速及时的 两回期间 全国政协委员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孔全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与17年前的非典疫情相比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 对外信息发布机制有了巨大的进步 曾担任多年外交部发言人的他认为 这次对外信息发布过程迅速及时 公开透明 内容充实 12月31号 我们向世卫组织驻华代表处做了通报 之后大概是从1月3号开始是陆续的 每天都通报 我想说就是这种迅速及时 我是指的是叫内外几乎同步 到后来就是完全同步 孔全说 疫情发生后 国务院联锋联控机制 国新办等有关部门 举办了多场发布会 在信息发布上 做到了全方位 无死角 所有的国务院部委 四十多个吧 都前后参加了这些发布会 那么还有当然武汉 湖北的 所以可以说信息方面是全方位的 无死角的 孔全对这次疫情中 各场记者会上的发布内容记忆尤其深刻 从感染人数到抗疫措施 从介绍国内疫情防控方案 到回应国际关注热点 发布内容覆盖到了多个层面 实际上我每天都会关注他们的不同层面的记者会 我注意到除了感染人数 死亡人数之外 到全国的防疫抗疫措施 到治疗方案 预防方案 包括城市的交通生活保障 可以说是各个领域都包含在里面了 这里边既有对国内下阶段防控的一个总体的指导 同时也有大量回应国际社会关切的信息